把A一個圓 而且要正圓放中間 然後放一個三角形 並且倒一圈 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本來我們的工具也許在移動 你請你把它往下 找到大概倒數的第1、2、3 倒數第三個 按住不要放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裡面的話我們會有一個橢圓工具 你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沒有圓的工具呢? 其實橢圓也可以畫成圓 只是說你要多按一個按鈕 應該小畫家以前用過吧? 按Shift鍵 它就變成正圓了 方形也是按Shift鍵 它就變正方了 OK 有沒有? 矩形也是一樣 跟小畫家用法是一模一樣的 那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先橢圓 按下橢圓工具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它的上方 這個工具列有沒有 因為你改了這個 它的上方的工具列也會跟著改變 所以它所有功能都在這裡 包含顏色 也許它原來的顏色是黑色 我記得好像它剛剛預設是黑色 所以你如果原來是黑色對不對? 那你要把它改成白色 不然的話你一畫一個圓 它會變這樣子 那不是我們要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我要如何把它變成圓形的呢? 把它復原 Ctrl加Auto加Z 復原 然後呢 請你先把顏色改成白色 那白色我建議啦 你當然點這邊 左上角也可以啦 不過有時候你點左上角 它不見得一定是純白 純白 為什麼? 因為它理論上 應該要看RGB這三個 三個一定多少 都255才對 所以你會發現你點這邊 它只有253 還少一點點255 那也就是把這幾個都改成255 把三個顏色全部都改最大 那就是白色 那相對如果把三個顏色都改成最小 那就是什麼? 就是黑色嘛 所以其實它這個就是利用 RGB三元色去做一個混色 混出來就是你要的顏色 所以總共的話 也就是電腦裡面的像素 最多有多少顏色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把255 應該是256 256乘256乘256 答案是多少呢? 答案大概是1000多萬種顏色 所以實際上 在液晶顯示器裡面 最多可以顯示的就是 2的24次方 因為2的8次方 乘上2的8次方 乘上2的24次方 然後大概是1000多萬種顏色 那我們這個按確定之後的話 接下來怎麼樣? 再來畫個圓 那圓的話特別注意 你這樣子按下去個鍵 從左上到右下拖拉 左上到右下 按SHIP鍵喔 SHIP鍵請你持續按住 放開 那SHIP鍵也放開 它就會是正圓的 OK 沒有 因為的話呢 就按SHIP鍵 它就是圓的喔 OK 好 那再來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現在的位置 有沒有在正中央呢? 其實不見得一定在正中央呢? 其實不見得一定在正中央呢? 你可以按Ctrl-減 Ctrl-減就縮小 Ctrl-加就放大 放大縮小 可以用Ctrl-減按加跟減 它可以放大縮小 它可以放大縮小 那基本上 我們不見得一定是在正中央 所以怎麼辦呢? 可不可以把它放在正中央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畫完這個之後的話 再請各位用第二個功能 就是編輯裡面喔 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任意變形 這個功能的話喔 我強烈建議各位 可以把那個快速鍵給記下來 叫Ctrl-T 它就是一個任意變形 這個任意變形非常的重要 有什麼時候用到它? 第一個 你要把這個圓放在正中央 第二個的話 你要把這個圓放大或縮小 第三個 你要把這個圓呢? 旋轉角度啦 不過因為這個旋轉角度圓沒有用 但是等一下那個三角形就會有用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喔 就是加一個Ctrl-T 那我們來看一下 建議就Ctrl-T 所以我這邊的話用Ctrl-T好了 Ctrl-T Ctrl-T 按住加一個T 這個時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上方的面板 上方的那個工具力又變了 有沒有 剛剛本來是什麼呢? 本來是選取工具 是選取工具的工具列 可是我按Ctrl-T之後有沒有 它就變成變形的 它哪些功能? 第一個 放大縮小 寬跟高 可以放大或縮小 你可以 你可以 原來是百分之一百嘛 你如果把它改成百分之兩百 它就變兩百倍了 變兩倍了 跟著一下 那另外還有什麼旋轉 角度等等 那我們現在是需要怎麼樣? 把它放在正中央 那各位可以看到X跟Y有沒有 X跟Y 因為我們從左邊到右邊是1000 對不對? 所以X應該放哪個位置才會正中央 X啊 一半 一半 就500 對不對 那Y的話呢 也是500 對 所以 特別 不過它的起點在這裡 往這邊是正的 往這邊是正的 也就是說如果要放這個位置的話 那X就是500 應該懂 是以前數學都有教過 OK 這應該不是很難的吧 X跟Y 好 然後呢 好 基本的懂就會來 至少這應該都有拿分吧 好 500 對不對 然後Y的話是500 如果你把Y改成0的話 它在這裡 改成500的話 它就會放下來了 有沒有 OK 所以任意變形 第一個先把它放中間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那就OK了 不用再改了 如果太大 比如說這個圓 你覺得 老師我剛剛畫太小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再把它改成 再大一點 比如說120 就是 記得啊 先把這個鎖給鎖起來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沒有鎖起來 你要做兩次 鎖定長寬筆 只要做一個 有沒有 它另外一邊也會 跟著放大 你說 老師我做太大怎麼辦 沒關係 縮小 80 有沒有 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你可以把它放大或縮小 90 如果說 你不想這樣這邊調整的話 這邊有空點 也可以往外拉 不過往外拉 有一個缺點 你要剛好放中間 不容易 你變成移動之後 你還要再調整一下 它的位置 最後做完之後 如果你做錯 就Ctrl-Auto加Z Ctrl-Auto加Z Ctrl-Auto加Z 就是復原 這邊有個編輯有沒有 Ctrl-Z 或Ctrl-Auto加Z 然後呢 把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 給復原之後 假設這樣的大小 如果還太大的話 110 OK 打勾 記得喔 這個跟Excel一樣 Excel旁邊不是一個 Excel好像在這邊打勾 不過它是在這邊打勾 那它的打勾位置比較不明顯 如果你要取消 旁邊是取消 如果你沒有打勾 它不會套用 它只是讓你先做做看 特別重要 這個功能呢 如果你做錯一個點的話 你可能就會有很多問題 產生打勾 OK 好這個時候 圓就會放在正中央了 應該沒問題吧 試試看好了 所以我把重點再提示 一 請你用什麼 椭圓工具 按序格鍵 拖拉一個 第二個加上一個Ctrl-Z 任意變形 然後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樣的話呢 可以把你的圓 放在一個適當大小 那你說圓要多大 請給適當大小就好 因為 我們如果要 剛剛好應該是500乘500 不過如果直徑是500 應該是OK的 不過因為 你們對於風險還不熟 所以你們只要畫個圓就可以了 不要圓 不要差太多 應該就OK了 試試看